来喽喽,现在我们教你,Blajian炒花喽 那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呢 首先就是一个漂亮的花喽啦,三层喽 然后青葱一根 小米浇两个,蒜拌一点啦 还有Blajian粉一饭匙 Chili Boat一饭匙 接下来我们先调个味道 蚝油一饭匙,香菇粉半茶匙 白糖12粒 那我们花肉呢,要怎么切成可以切得薄 尽量就是让它结冰 然后结在零度的时候 我们才来切 就这样这样子 这样切出来的花肉,它就会比较薄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葱切成葱花 那我们的小米浇 那不吃辣的可以不要放哦 把小米浇切小 把小米浇切小 蒜拌 蒜拌把它多碎 好,我们先开火热锅 倒入干净的油 然后把蒜米先放下去爆炒 先把它炒香 炒到它变金黄色 炒到金黄色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小米浇放进去 再把切地包倒进去 炒香它 炒香它 不辣酱 炒香了过后 花肉 将花肉炒到半熟 炒到它半熟的状态的时候 然后加入一碗水 让它闷一闷 然后再把刚才调好的那个酱料 全部倒进去 盖上锅盖 让它收汁 好 生至它收汁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起锅啦 好,撒上一些迷人的葱花